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曾经有一座占地19公顷的监狱 就坐落在中正纪念堂的东南角 这座监狱经历了台湾被殖民统治 战争 威权时代 以及被都市更新裁切后的深刻痕迹 时间回到1895年 甲午战争结束 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代 殖民政府接收了清朝的参将衙门 改做临时监狱 但是随着入狱人数增加 监狱空间也渐渐无法附和 日本人进来之后 开始积极地计划如何再找一个地方 然后盖一个新的台北监狱 如果我们从当时候台北城来看 当时候台北城 人口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大概都沿河 就是从芒嘎到一直到大稻城 从台北城以东出去 大概基本上有一些小的聚落 但是那个聚落大概都不太成型 或者是它是一个散村的聚落 那大部分都是农地 所以那时候台北新务所 就是选这个地方就变成 它的监狱的用地 1900年底 一座占地五万七千坪的监狱 动工兴建 在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的时候 拆除了很多台北府的 这个城墙的城墙石 来营造这个基地上面所有的设施 用安山岩石英沙岩所建造的台北城墙 从原本防御的功能 转变成为监狱的高墙 一座仿效宾州市监狱的格局 堪称东亚最先进放射型监狱 在1904年落成 树立了统治台湾的权力象征 这座监狱在1924年正式命名为台北行务所 从典狱长到各个位阶的行务所职员 将要进驻管理 职员居住需求将是一大问题 台北行务所盖好以后 开始在它的周边的土地盖了很多宿舍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整个城市的结构 基本上大概都是在日治时期所奠定下来 围绕着监狱周围规划建造官社 职员可以就近监控受刑人 节省通勤时间 也避免将来行务所周边发展为城镇后 造成职员居住的负担 监狱的大门 正门走出来 就在我后面这个爱国东路 旁边这栋建筑就是里面的宿舍 那当初盖监狱的一个原则就是 监狱的旁边都是跟监狱里面管理的官员有关 我们所在这一栋 是那个时候是相当于副典与长的位置 算是高等官 像是刘存唯一的一栋 典型的一种独栋式的高等官社 大概在1930、1940年在这种官员的宿舍 在高等官里面就是用和式建筑 和式建筑就是斜屋顶 上面是铺了文化网 里面的结构都是木结构 木头的屋架架高的床主 通常在高等官的外面 还有接了一间阳风建筑 一个小房间叫应接室 现在被拆掉了 这种房子遭遇了一个重大的事故 就是它爱国动路拖宽 就把这个房子硬生生切掉 被切掉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已经消失的正面 其实我们也不能用木头 去做一个假古董把它做回去 所以我们就是只好要做一个外墙 有钢结构 有这个铝门窗 但是这个铝门窗呢 有个好处 因为它都是透明的 从外面就直接看到上面的屋架 如果我们往上看 这个屋架呢 就是欧峰的 这个是有一个中柱的状况 叫增速阳小屋 这个走廊 通常因为它是面对这个 面对这个庭院 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个待客之道的位置 这一间进来就是它主要的客厅 通常叫座夫 那这个座夫的空间呢 会用这个木头透雕的方式 就是日式建筑通风 但是它也要表现它的那个装饰性 那像这个位置叫做床枝间 这个是日本在客厅里面 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行务所的周边设施渐渐完成 但是监狱仍然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 这里除了关押着犯罪之人 也囚禁了挑战统治正当性的反抗者 在国民政府推翻满清之后 参与过黄花岗军役的罗福欣 回到台湾组织抗日行动 罗福欣殿是在台湾领导革命的时候 是日本统治台湾18年 结果很可惜 是事情被日本人查到 所以那时候呢 就开始大事说服了革命党人 被抓的都一千多人 后来他们在苗栗成立了苗栗法庭 专门来审判罗福欣的案子 后来称为苗栗事件 这场抗日行动中 285人被判有期徒刑 20人被判了死刑 现在台北监狱呢 就保留了这一面墙 然后这边有一个门 那我们有很多的烈士就在里头 被刑刑处决以后 然后从这个门把尸体运出来 我的祖父罗福欣烈士呢 是在这里面被绞刑而为国牺牲 他们尸体从那里运出来以后呢 就送到一个叛乱公墓去埋葬 1914年一共20位抗日致士 在台北刑务所被处以绞刑 罗福欣当年28岁 结束了他短暂却炙热的一生 一旧旅行年代就是 我日本通在台湾一半时间 就因为虽然那台 受到日本高队的地色粉术 那时候就一定成为 社会的中间人物了 所以他们就用思想文化的抵抗 因为过期我们都用武装 那厉害很大 蒋卫水与同志们 为了向殖民政府争取设立台湾议会 而组织了台湾议会 其成同盟会 却遭到总督府认定是违法活动 1923年大规模逮捕参与的台湾人 包括被搜索的被搜查的 被拘据的一共有99个人 那这个叫做违反治安警察法事件 也叫做自警事件 魏水先生扶行的时间是超过四个月 这个刑务所 关过各种的人 那比较著名的当然就是 蒋魏水的奈何 尼佑村 当时台湾的第一批的 现代知识文字被关在这边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美军被打下来也关在这边 白色恐怖的时候 也有人被关在这边 所以这边关了可以说 各种颜色的人都有 各种故事都有 故事当然要结合 你这个房子的一个所在 所以如果这个老房子 再利用来说故事 应该好好的来说 这个地方的故事 最重要是让人家了解说 自由不是没有奋斗 你就可以得到的 1975年 台北看守所 牵制新北市土城区 台北监狱正式 迁离了这个社区 而仍在监狱口生活的居民 将要面临都市更新 所带来的冲击 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 龟山的台北监狱落成之后 才从这个地方搬出去 后来这个地区 就有很多很多的土地 被分割出去 然后陆陆续续盖了 很多的这个社区 那我们所熟知的华光社区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 之后出现的 战后台北的经济快速发展 监狱口和周围的 法务部职务宿舍 部分住户将居住权 转卖给来自各地的城乡移民 在开始要急速发展的城市中 居住在监狱口 看起来并不是什么 光鲜亮丽的环境 却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苦与甜 在这儿长大的小孩 有些特别的记忆 听着大人说 那座监狱围墙 有着镇压煞气的作用 也许只是为了哄骗小孩听话 然而围墙遗迹 为这段幽暗的记忆 留下了残存的证据 当时候宿舍还在 或者他后来搬进来的这些人 他们多少少都形成这个区域 很重要的一个 当时候的生活面貌 我觉得那个是 60年代到1980年代 很重要的一个空间的记忆 有没有一堆卖很好吃的水饺 面食 对不对 馒头啊 那个小龙汤包啊 等等的这些 他们形成某一种居住的形态 跟形成某一种社区的关系 在我们重新在整理面对的时候 很难把这些事情留下来 那就会很多小时候看到的都不见了 在当时候整个台湾的城市 还在发展的那一段时间 那时候他建立了我们战后的 新的都市计划系统 在那个时候的思考之下 就是拆掉重盖 杀掉重盖 都市计划应该里面有一个思维 是文化资产保存 如果都市计划没有跟上这个脚步 那未来就永远都是产生在一个抗争的局面 1990年代之后 都市更新将昔日监狱口的社区 划进开发范围 土地上的房屋都将要被拆除 属于这里的重要历史记忆即将被抹去 来自各界 对文化关注的团体与学者志工们 努力不断倡议游说下 最终保留了部分的历史建筑 这座修复完成的台北行务所观设 将再度回到历史和文化的河流中 在这个台北行务所过去所关押的犯人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的犯人 其实他是政治办 而这些政治办呢 其实早期能够成为政治办 就是台湾的精英 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们的文学造诣都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这里是成为一个叫自由的会所 这样的一个想法 去布置这个空间 一般的商业运营 当然是希望客人来得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让每个来的客人 能够很深入了解这个老房子的历史 所以我们一个餐期 只接待14位客人 我们思考的点就是 怎么样去让这个老房子 做一个合理的运用 永续性是我们最重视的 所以我们其实经营这些老房子 我们是比较用守护 这批老房子的心态在面对 我们其实还希望将这些老房子 跟我们的展览 跟我们的文化 去做这个深度的结合 都是我们在长期策略之下 要去做的事情 在我们修古迹的目的 是要发掘里面 有珍贵的原貌 珍贵的构造 比如说屋架 原来的屋架还存不存在 比如说原来的墙壁 用那个竹子边的墙壁还在不在 然后它的工法是不是很细致 那流传的一些 很精致的笋接的匠意 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我们要把它用一种设计的手法 让它凸显出来 不要不小心把它拆掉 最原始的一种叫做原貌保存 第二种就是消失的部分 做局部的修补 那完全不见的部分 我们叫做仿旧新建 那么建筑师是配角 我们是要有创意 但这个创意的用意 是很细致的 要凸显它原来文化资产的特色价值在哪里 从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看得到 其实都市计划如何在开辟的过程当中 对既有建筑的产生的历史痕迹 那我想对于三号这个例子而言 其实就是会说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台北监狱已经全部拆掉了 那么如果把官社好好的审修起来 让大家走访这个城市 每个点都知道在这个周边的那个城市的历史风貌是什么样子 我在的台北曾经发现过什么历史 那我们才能认同台北 时间一直在推演 你很难保存所有的事情 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变成是有意义的 或是能够你看到这个建筑物 还可以跟过去的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 这块土地默默承载着时间长河所留下的故事和记忆 这些生活的痕迹不一定在博物馆里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和脚下 我们透过认识刑务所 台北监狱那段灰暗痛苦的过去 迎接下一个曙光的来到 感谢观看